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明镜读书 今天我们在读书节目当中起来分享的两篇文章 都是来自台湾媒体上报 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习近平的梁家河大学 文章的作者是独立学者邓宇文 作者表示在中国体制内有相当级别的一个友人 给他发来了一则资讯 说是有60年历史的陕西沿川县的党校 在8月16号的时候 经中国教育部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批准 正式更名为梁家河大学 简称为梁大 其院系的结构以社会科学为主 主要目标是培养党的建设行政管理 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人才 梁大的首任校长 由长安大学的副校长孟德勇担任 二十大当选了政治局委员的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 任名誉校长 作者表示不过他在网上没有搜寻到这样的资讯 长安大学有孟德勇此人 但不是副校长 而是党委副书记 兼纪委书记 虽然现在还不能够证实这个事情 可是也不能说它就是假消息 很有可能这个事酝酿过或者确实得到了批准 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官方暂时还没有公布 作者表示如果阎川党校改名为梁家河大学 最有可能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党校还是会保留 因为党校作为中共各级政权的标配 不可能阎川没有党校 作者表示虽然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新闻 倒是看到了有一个梁家河培训学院和阎川党校合属办公 实际上也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如今更名的事情既然已经传出 又有了潜力 所以它不会是空穴来风 至少有过这个动议 至于是否被习近平本人否掉 也不排除因为真要更名 不会不让习近平知道 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 还有一些教职工联名建议 要求把它改为习近平大学呢 作者表示不管此事最后能不能落实 从目前中国的精神谱系来看 不要说各级党校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大学 已经和梁家河大学或者是习近平大学差不多了 有人会说成立一个梁家河大学 或者是习近平大学也不是不可以 美国还有乔治华盛顿大学 甚至其首都也是以华盛顿的名字命名的 既然美国做的为什么中国做不得呢 二十大报告不是强调 新时代的十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展历史性变革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还说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结晶 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理论家 战略家 实干家 军事家吗 可见习近平对中国的贡献 比华盛顿对美国的贡献大得多 成立一个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大学 再正常不过了 作者表示 以习近平今天的权力 只要他一个暗示 甭说一所梁家河大学 或者是习近平大学 十所百所都会有 人们看到中共的党校中国的社科系统乃至大学 纷纷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 习近平的著作一本一本的出版 他本人是怎么看待官方对他造神的呢 外界不清楚 但想来是乐于享受的 因为要说习近平全部知道每一个习近平思想中心的设立 每一本书的出版这倒未必 但是重要的中心和书肯定要向他报批 他既然同意表明他是有意参与到这场对他的造神的 作者表示 毛泽东曾经说 共产党可以搞一点个人崇拜 在毛泽东看来 共产党的个人崇拜和资本主义的个人崇拜不一样 后者的个人崇拜是为私人利益 而共产党的个人崇拜是为了公共利益 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对领袖的忠诚爱戴 有利革命事业的推进 习近平大概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样的 可以搞一点点个人崇拜 作者说 要搞个人崇拜就需要有素材 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是一部丰富的素材宝库 但是习近平在这方面欠缺 他的反腐也好 政治建设也罢 或者对美斗争 可以做理论的演绎 无限拔高其意义 但是作为个人崇拜的素材 缺乏道德感召力 后者需要某种故事性 励志性崇高性 梁家河这段岁月经过加工 可以达到此要求 作者表示 对习近平来说 16岁不到 从北京皇城下放到陕北黄土高原 一个鸟不拉时 穷得叮当响的山沟沟 一待就是七年 与他同行的战友 忍受不了这份艰苦 纷纷脱关系 找机会开溜 唯有习近平老老实实的与当地农民混成一片 经受了艰难岁月的考验 磨砺了革命意志 成就了今后做领袖的担当 作者表示 所以后来发达 回忆这段历史 习近平说 梁家河教会了他很多 他是在梁家河上的大学 梁家河大有学问 给了他丰富的人生历练 作者表示 习近平总是把这段经历向人炫耀 表示不忘本 在离开梁家河时 还居然哭了 多么富有感染力 习近平也表示 他从梁家河找到了民族的根 这就是人民性 一下子把他是非常平淡的七年之清岁月 和一个民族的未来挂起勾来 所以梁家河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成为了继韶山之后 中共又一个领袖个人的朝圣之地 不是没有原因的 作者表示 事实上在今天 梁家河的名气比韶山大得多 人们络绎不绝地去梁家河参观 感受和沐浴习近平当年工作和生活的气息 好让自己占点福气 作者表示 这么好的崇拜题材 当然不能让他浪费 于是在习近平成为核心之后 他的知青岁月被官方拿来大肆贩卖 作者表示 他曾经服务的媒体派专人到梁家河实地采访 集结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 中共的党众部门拿他作为学习习近平思想和精神的教材 梁家河也成为了理论界研究的一门显学 陕西社科联甚至向社会公开发布梁家河大学问研究课题的招标 习近平前不久带着中共的六常委去延安朝圣 还顺便提及自己在梁家河下乡插队的经历 暗示自己像毛泽东那代领袖一样 也是吃过苦的 经过艰难生活锤炼的 所以大家对他别不服气 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共新时代的领袖 作律表示关于梁家河的神话 只要习近平在台上就会继续编造下去 习近平早已被官方塑造为一个在梁家河 就忧国忧民历史改造中共和中国的西式伟人 因此无论建议把颜川党校改成梁家河大学 还是把清华大学改成习近平大学 根本无需惊讶 中国从来不缺乏投机钻营之徒 而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 《大事衣橱》这本书 证明习近平时代外交文明倒退 作者是李豪仲 作者表示 G20峰会开议期间 一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直接拦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抱怨的影片 引发了诸多的讨论 从习近平的口吻和说话的内容 多数将之解读为 是对特鲁多语带威胁 虽然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中家关系确实低迷 习近平的举动仍然是有失外交礼节 在中国官方媒体不及包装下 他的直率便给外界留下了粗鲁的印象 随后中国网络平台突然将相关的消息封网 连特鲁多都变成了查询不到的最新的敏感词 可见中方也知道这段画面有多不妥 作者表示而既然习近平都可以随时在外 不平则鸣无视外交公开场合的礼节 那么上个月中国驻曼彻斯特的总领事 正习动手殴打管外的抗议人士 或许不仅没有遭到上层的训诫 说不定还会获得加冕 但是尽管所谓的中国战狼外交 受到小粉红的赞誉好评 而这个国家近年国际形象的下滑 却和他脱不了关系 作者表示不过如果翻阅去年五月份 中国的前副外长傅盈 为其外交生涯所写的外交礼仪之旅 就知道中国的外交官今天之前 并非都只会张牙舞爪盛起凌人 傅盈这本书虽然着眼于提供个人穿着品味经验 见其叙述外交小故事 再又证明了素养好的外交官 终究来自个人一举手一台足 傅盈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大致说的就是2009年12月6号的傍晚 他穿着高跟鞋配上中式晚礼服 外面套了一件急怀的黑色听额绒外套 手上提着镶嵌彩色宝石的小手提包 准备前往白金汉宫 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每年例行邀请的外交使节招待会 那天他的司机提早出发 避开尖峰时段 但距离目的地前五公里的地方 发生了交通事故 寸步难行 他担心迟到失礼 请司机尝试不同的路线 却在白金汉宫前面被路障拦下 此时一名女警走向他 他表明自己是受邀参加女王招待会的中国大使 女警仍然摇了摇头对他说 前面出了事故对不起 你的车不能过去 他再问人可以通过吗 女警很惊讶的说 不行去白金汉宫吗 当然可以如果您愿意的话 于是他就下车走了过去 作者表示当然复营的大半的文字是描述自己当天如何打扮 但是从这段插曲 我们也能够看到一名外交人员在外行事的基本礼貌 他没有一是中国大使头衔或者是白金汉宫的情简 执意要女警放行 而是接受封路的现实和普通民众一样 用走的穿过街头 虽然踩高跟鞋走那一段路可能并不舒服 但是相信那位英国女警对中国大使应该会有不错的印象 作者表示复营这则小故事的背景 另一个重点是他发生的时间 是在2009年 也就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 也就是战狼外交还不至于成为中国外交主旋律的时候 作者表示复营也曾经说过 他写这本书主要是基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 希望借此分享自己30年外交经验 尤其让年轻人学习国际交往的规则 受力以尊重他人赢得尊重的能力和品格 并且更好的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至于以穿为题也是想引起年轻人的兴趣 还说在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物质短缺情况逐渐转好之后 大家能够从服装开始去注重个人的整体形象 作者说这就是大家不解之处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会在复营所说 人民经济油品转富 国家油弱转强 甚至直逼美国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中国外交官原本自诩的树立以尊重他人赢得尊重的能力和品格 却大幅的倒退上今天战狼外交这条路呢 类似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这类的老派 以修补和他国裂痕为能事的传统外交官 如今一个个光芒都被忠诚好斗的外交干将压了过去 这样的转变 当然和习近平上台之后营造出的氛围是有关系的 作者表示 今天习近平拦路特鲁多当众带刺的对他国元首说 把我们聊天的内容告诉报纸 这不合适啊 如果无法相互尊重 结果就不好说了 虽然中国网狱封锁掉了相关的视频 习近平此举却很可能是在鼓励中国的外交官们 进一步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威逼和强势 作者说 傅盈去年才透露外交礼仪之旅 和读者分享30年外交生涯 教会他的礼仪知识 结果只是更加印证了习近平时代 外交文明的大幅倒退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